我有能力,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为什么我谈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他要听我的话呢? 我给你一个比喻 今天你在驾车,很多人都有驾车的经验 你在驾车,突然间你看到有个警察在停止你,你听吗? 穿着制服,停止你,你听吗? 为什么你听? 因为他穿上制服,你看他,他有能力吗?他有特别的能力 叫你停你的车吗? 没有,这是权柄,为什么你要遵行这个权柄呢? 因为他身上穿着制服 今天我赶鬼,是因为我特别吗? 我念啊,解乎啊,解闲啊,什么,有人力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身上有这个权柄,他看到我穿着uniform 什么uniform?耶稣的uniform 他一定要停 你也是,不是我罢了,你也是 很多基督徒姐妹们知道了 一些经证我讲过,我不要再讲,哎呀,讲了就残没了 为什么我会命令雨停? 雨马上就停,不到三分钟 如果祷告之后,封耶稣的声明,叫雨停 半个小时,雨慢慢停在自然的现象 如果下得很大雨,马上奉耶稣的声明,不到一分钟 他就停下来,这是上帝的工作 因为风和雨,天气都要听你的命令 不是我乱乱讲的 圣经里有一个人叫耶稣亚 耶稣亚叫他太阳不要下山一天一夜 还有耶稣叫风和雨停,风浪停 这些东西是有既可群的 如果我们做一样东西是没有根据圣经 我们就不要做圣经有教导的 耶稣叫风和雨停 耶稣亚叫太阳停,不要下山一天一夜 为什么我们在犹太人,这是据说的,没有根据的 这是没有根据的,你可以听不听算的 根据犹太人的Galander日历法是366天的 你今天叫犹太人的算法的一年一年的日子是366天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算365天呢? 严格以科学的计算法是每一年不是365天 是365天,也有四分之一天 真是很科学的算法 为什么今天我们会365天呢? 因为有一天就是耶稣亚叫太阳不要下山 少了,就这么不见了一天 因为不能过一夜嘛 一天一夜才能算一天嘛 所以那一天太阳停了超过20小时 来一个啊,有空来一个啊 看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上帝叫我们啊,有特别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叫太阳停止下来 不要,不要,我都期待有这样的 我们再来一天啊,我相信神迹,我相信上帝能够行神迹 很多很多的上帝 我会,我会有什么 我,我,我,我 兄弟,我希望你从这里断念你的全病来 我还没有为病人祷告 为病人那些艾滋病 什么种种的病来祷告之前 我为谁来祷告 我为路上的狗来祷告 人家以为我疯了 为什么跟狗讲话 因为我每次走路回家 我看到有一只狗 它满身都是脱毛 然后又生那些啊 很多那些伤口 受到不得了 好像连皮包骨了 我就每一次过 我没有按手啦 我也很怕啦,很肮脏 我就奉耶稣圣明 我祝福你 我就这样吧 我祝福你 这只狗我认识了吗 每天我都过了 每天都看到 三个月后 三个月 三个月后 这只狗长毛了 胖起来了 我告诉你这是全病 外面的树 你们都能看到了 那外面的树 为什么会 到老来到教会就哭干了 我诅咒这个树 不要给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每次掉月落月落月呢 那麦格传道 要去烧那个树叶 命令这个树 枯干起来的 你有这个全病 就算你祷告之后 没有事情发生 你有损失一块肉嘛 一条骨嘛 为什么你们不要施展 你的全病呢 那天下雨 金正 我们的公司下雨 下雨大雨 我的朋友坐摩托回去嘛 我说 来我为你祷告 这样的语题 你那里有这么大全病 我说 你女儿才有 你没有的 他笑我咯 我讲什么 每个人都有全病 我讲 每个人都有全病 包括你 你只有三四个全病 我就 我都讲 你们每个人来看 我就指着天 我跟那个山里讲话 我跟那个山里讲话 凤一说的你叫一听 听完了 Amen 那可以马上听 不是一滴滴 完全stop去 阿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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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妹 你有这个全病 你不妨试试 你不会少了一块肉 少了一根骨 你用凤耶稣的名去命令任何东西 你可以经历很多 我要你经历这个能力 这能力在你身上 而且 我要解释一下 不但在今世 连来世也超过了 咦 我们基督有相信今生来世的啊 蛤 不是没有相信今生来世的吗 不是很奇怪 所以我就要解释 要当初你们明白 所以我叫时间差不多要到了 你给我一点时间 今生就讲到今生 在今生来世呢 来世的 这个以来世呢 我们佛文很麻烦 我们有些话是找不到的 ok 在英文的圣经里面 in the age to come the coming age or a coming generation 这样就明白很多了 就是说 今世 就是我们这一代 这时代的人 我不知道你活多久 你有多长命 我可能我能活到七十岁 我就这一代 这时代 我七十年 这个七十年的年代里面 这一代的人 都超过了 年来世 就是再来将来的世代 还没有出世的人 将要长大 将要出世的人 这个能力也超过了 哇 这个能力真大 不是来世 不是今生来世 下一代 下一代 a coming age a coming age h to come or a coming generation 英文这样讲 平时来世不是在我们身上 是那个 年代 年代的 这一世 这一世 就算你这一世过了之后 你困苦茶了 然后你脑子滴滴了 还有人在活着的MASA 就算这人来的时候呢 也超过了 哇 这能力很大 然后还没有完 赶快看下去 就将万有 万有很重要 你把万有牵起来 就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成为教会 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今天 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 你再给我大概五分钟时间 我跟你讲一样东西 这个是我 我盼望我祷告 这几天我在祷告说 我要把 很重要的 这个以佛说 是充满奥秘的一本书 我要你明白一样真理 我要让你们能够看见 今天请问 我要问一个 我有时间有限 我要问很简单的 请问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耶稣在哪里 当然你不要跟我讲 耶稣在我心里 我知道耶稣在你心里 我们讲实在的耶稣 实在的耶稣在哪里 在上 内父的右边 对吗 在天上 对吗 哈喽 你们还在吗 请问 在啊 耶稣在天上 对不对 那请问我们在哪里 事实上我们在哪里 在地下 在地下 对吗 嗯 然后耶稣 保罗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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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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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我们是耶稣的身体 身体 身体 对吗 所以 如果耶稣是 神 我们是身体的话 耶稣 我们是耶稣身上的一部分 自己 自体 当耶稣说 这个能力啊 放在他的脚下 将万有 一切能力 将万有放在他的脚下 谁是他的脚下 请问 对啊 你一推达人 对啊 还没有放在手 放在脚下而已 就算你是 你是在身体上的 一根 最后你的 那个脚 脚趾的最后 一根的那个脚趾 你也是充满能力的 就算你是 那个脚趾上的 那个指甲而已 也是充满能力的 所以 很多人 不会 他信仰耶稣 他成为基督徒 他没有采用 或者使用 善用他的权柄 你有这个权柄 这权柄放在你身上 而且